男人在火车上,遇见一位美艳的女人,不禁露出坏笑,低下头来,有规律地摇晃,女人到卫生间补妆,男人果断抓住好机会,挤了进去,没想到不但没有反抗,还温柔地回应,然而刚刚拆掉裤腰带,女人便因为倒战跳下了火车,男人鬼迷心窍地追上去,却侮辱森林深处的女儿国,如果你进入女儿国,在想干什么? 十万个女人争相索要男人的青睐,这场面,一般人做梦都不敢这么想,却被拍成了电影,男人现在如同懵懂的唐僧被团团围住,不知该挑选哪一个,上万个女人同时生气,纷纷争风吃醋的索要男人的宠爱,突然能理解为什么古代帝王每天晚上只翻一个牌子,那么多张嘴,同时叽叽喳喳,吵得男人脑儿疼,正当男人不知所措的时候,背后冒出一个清纯的大美女,男人瞬间有了选择, 装模作样的开始撩窝,然而青纯大美女,却把男人带进了运动场,还说通知了二百个好闺蜜一起运动,男人惊讶地张大嘴巴,瞬间感觉身体被掏空,两百个年轻女孩跳进运动场,男人却打起了退堂鼓,女儿国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工具人,却忠看不忠用,女孩们十分生气,又舍不得对男人下手,只好对着模具发现,这凶狠的一脚,吓得男人赶紧捂住命根子,看着就疼,剩下的女孩,把男人团团团, 看男人的表情,就知道她很感动,却不感动,六位帝皇丸当饭吃,恐怕都保不住小命,于是男人找到空档,逃出包围间,却被愤怒的女孩推下楼梯,我了个乖乖,女人虽美,但一般人无辅销售啊,幸亏男人身子骨不错,还能活着站起来,然而她这一滚,直接裹进了锅炉房,有个胖女人在沐浴,男人目不邪视,她现在的心思,纯洁地可以立地成佛, 只想抓紧时间返回火车站,回归正常的人类社会,男人向胖女人求助,坐上人家心爱的小摩托,话风变得更加奇怪了,女人要求男人抱住她的腰,越紧越好,而且路也越走越偏,直接开到田间地头,男人很纳闷,难道我要打工付车费吗? 然而胖女人却说,只要给火车站站长带点礼物,供骗男人钻进氧气棚,女人说自己是一只热情的小猫,直接倒在地上,要演猫片,男人终于理解了那句话,男孩子出门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躲过了上万个美少女,却栽在胖女人的身上,她拼命反抗,仍然无法逃脱胖女人的禁锢,不禁暗想,我命休矣,然而胖女人的母亲及时出现,阻止了事故的发生,此时在男人眼里,老太婆虽然满脸皱纹, 还凶巴巴的,却是上天派来的旧行,果真她没让男人失望,随手指了个女孩,让其把男人送到火车站,男人心中大喜,终于要逃脱女儿国了吗?和六名美少女同乘一辆跑车,男人心情美滋滋,咱就是说,超载这么严重,女儿国难道没有交警吗? 车速越来越快,美少女放飞自我,想要发生点故事,男人的心情瞬间凉了半截,刚出虎穴又进狼窝,这样的幸福太折磨,男人立马跳车 逃跑,身后的美少女们穷追不舍,男人慌不择路,闯进一座城堡,本以为女儿国就够夸张了,没想到这里才是男人的天堂 女侠真是好功夫,只见她一使劲,金币便被收进裙底,就像把饭吃进肚子一样简单 据说,这是一种神奇的东方秘书,专门服务达官显贵,为了充分展示这门功夫,男人又撒下一把珍珠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珍珠通通被吸走,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女人抖抖裙子 那些消失的珍珠和硬币纷纷散落在地上,令来宾客拍手称赞 这位美女,是金帽的第9999个新娘,身为女儿国中完美的男性,金帽几乎每天都在举办婚礼 你说,当年唐僧要是留在女儿国,是不是也会变成这样? 僧多肉少,女儿们的竞争非常激烈,这位金发新娘,苦学多年,终于获得价位人气的资格 男人出入城堡,尚未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在这女儿国中能遇见同类,真是太幸运了 他与金帽相谈甚欢,进而发现,这个金帽真是人才,不但收藏了恶趣味的舌头壁灯 还为了把9999个媳妇送上天,发明了旋转的小三散 男人在城堡中瞎逛,无意间闯入婚礼现场,见到侠女展示功夫的场面,着实开了眼界 没想到接下来,金帽也要展示一番真功夫,只见他走到了9999根结婚蜡烛的蛋糕面前 深吸一口气,紧接着,开始飞快地跑动,蜡烛纷纷熄灭,金帽的脸也越来越红 终于,累得靠在墙壁上大喘气,虽然没有全部吹灭,但这肺活量,憋气上太空应该不成问题 上下的那几根,金帽直接掏出水枪,直接浇灭蛋糕的顶层 尽管金帽的身体素质超乎常人,却依旧无法征服整个女儿国 在清点第一万名新娘的人选之后,宣布金盆洗手,一样天年 女儿国还有那么多无家可归的女人,男人们觉得她们太可怜,动了侧眼之心 也想学金帽照顾一小部分 不然她发现,先前见过那名清纯大美女,也来参加婚礼了 对方注意到男人的扣子掉了,拿出针线温柔的缝补 这让男人更加坚定了要照顾她的决心,剩下的女人不干了 直接发起暴动,要瓜分女儿国仅有的两个男人 幸亏金帽实力强大,暂时镇压住起义,让男人放宽心态,好好享受 她早已安排好一切 不多时,清纯大美女换上热辣的服装,围着男人打转 她的梦想就要成真了 男人误闯女儿国,不忘安排两个大美女服侍她就紧 男人躺在十米宽的大床上,尽力控制住不流口水 然而鼓起的被子却出卖了她的真实想法 男人赶紧一把折断,没想到大美女竟然偷偷溜走 而国王安排的陪寝之人,竟是男人的结发妻子 男人瞬间兴致全无,任由妻子躺在旁边独自伤心 不禁为妻子感到委屈,佳花和野花的区别真的这么大吗 男人或许意识到对妻子的伤害,试图去安抚 然而妻子竟然睡着了,这速度也是够快的 忽然,床底传来奇怪的响动,难道下面有惊喜 男人钻进去,却意外发现神秘的洞口 滑梯两边彩灯围绕,如同荒诞的梦境 男人好奇地滑进去,虽然如同看电影一般,回顾自己的人生 调皮的小男孩趴在桌子底下捣蛋,捉弄母亲的小腿 这是男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给她生命,也带给她最初的异性幻象 后来,男人痴迷于卖与女的风情 那张苍老的脸像猫一样腰衣勾人 疗养院的护士有最丰满的身材,而且很会照顾人 男人甚至想过可以向她求婚,但男人没有这么做 她仍痴迷于花花世界,透过小洞看美丽的梁高跟鞋 沙滩上的女人有最完美的比例,也敢于展示 此刻的中洞让男人印象深刻 后来,男人追求她做女朋友,对方是个女赛车手 为人热情大方,但过于自我和强势的性格 最终导致这段恋情半途而终 记忆中的美丽女人一个个闪过 男人回味当初的渴望和感受 已经忘记她在地面上还有个妻子 刚刚因为她的冷漠,哭泣着沉沉睡去 她在迷人的风景中流连忘返 结果落入女儿果的圈套,被关键牢笼,送进审判庭 沈班长指控男人,犯了所有男性都会犯的错 她不付出,不忠诚,不尊重,也不认错,不知悔改 却幻想找到美貌与性格俱佳的完美女人 明明内心歧视女性,却装作道磨岸然 缺少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虽然生理上是个男性,但在心理上 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软弱鬼 沈班长宣布,除非男人在这由数万美女组成的海洋中 找到最渴望的那一位 否则就把她变成女人,永远禁锢在女儿国里 为了面子,也为了早日回归正常社会 男人拼命寻找 可是汪洋人海要挑到猴年马月 她索性直接爬上最高层 祈祷上帝能把她最需要的那一位放在那里 令男人失望的是,上面只有一个老太太 但是老太太却带来一个好消息 上方的热气球可以飞出女儿国 男人抬头望去,热气球的形状 正是她心心念念的清纯大美女 这样也好,带着热气球离开 也算和清纯大美女在一起了 热气球缓缓升起 男人沉浸在逃出生天的喜悦中 忽然,一个蒙面女人开枪射击 男人急速坠落 仔细一看蒙面女人的脸 竟然是她认为最温柔良善的清纯大美女 男人幻想破灭 落地瞬间从梦中惊醒 她仍旧在匀速行驶的火车上 背面坐着端庄优雅的妻子 男人环顾四周 车厢中的女人都在她的梦里出现过 而此刻似乎也有意无意地注视着她 男人装作满不在乎的调整坐姿 仍在回味梦中众人追捧的疯狂幻想